各位同学好 我们这个单元来讨论一下 马可波罗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 东方见闻路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 他所造成的影响是哪些呢 我们看到马可波罗游记 比较起来看 他是中世纪影响 后世最大的一个旅行者 从他的游记出问世之后 就引起争议不断 因为当时人就觉得 他写的东西是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都没有见过 他会不会是在吹牛啊 当时很多人把 马可波罗书里面所说的故事 当做是天荒夜谭一样的神怪故事 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 他随便在胡吹 哪有这样的事情 大家赤字以鼻 可是随着地理大发现 随着西方人对东方的历史 跟地理的认识之后 有很多人不再把这个书的内容 当作荒诞不禁 觉得说他有一定的 可读性跟可信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影响 让后代的人 向往中国的这条路径来走 不管他是否 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 这个争议一直都存在的 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可是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因为他的书 出现之后 让西方的很多人知道 在遥远东方有那么一个大国 那个大国叫中国 中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不曾见过的这个物品 那在他的书里面 他在这个书里边写的 中国盛产黄金 日本也是一个盛产国 这个黄金的这个国度 那这个皇宫都是用黄金盖的 这样的一个叙述 让西方人为之疯狂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黄金国度 我们怎么可以不到这个地方 来想办法争取财富呢 所以他对后世的影响 是一定有的 那当时他记录了 不只是中国的城市 他记录很多地方的城市 那他那些地方 所写的那个风俗文化 他所写的地理环境 因为是远超过 他们当代人所认知的 因为没有人向他走的 那么样的远 所以吸引了欧洲人 他们觉得原来走到远方 还有那样的一个大国存在 还有那样一个充满了这个奇迹的地方存在 所以他的影响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 当时对东方所认识的话 并不多 来到东方亲自访问的人 不多 只有少数的传教士 或是少数的商人 那很多的商人 他对商路的掌握 他会掌握他自己手里面 他不愿意别人跟他走同样的路径 因为他掌握了这个路线 他可以好好的做生意 可以有他的独门的这个路 那他不希望跟别人分享 所以当时对东方的记录非常少 那他记录了很多东西 让后世人可以依循 虽然他们可能怀疑他的这个可信度 但是很多的欧洲地图还是飙上了 那像这个行在这个城市 就今天的杭州 这个是因为马可波罗的邮寄介绍出去的 西方人知道东方有那么一个大城 那个大城叫做行在城 那个是今天的杭州 那这个影响是一定有的 他的影响 影响了后来 像哥伦布这些人 就看着他的书 觉得东方有那么一个 充满了财富的这个城市在 有那么一个充满这个财富机会的这个国家在 他要到这边来 所以哥伦布的远航 他原来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 他想到亚洲来 那他希望帮西曼亚 争取到财富 那因为他是看了马可波罗游记 他在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得到很大的灵感启发 所以他觉得他一定要到这些地方来 那这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 马可波罗游记他不是一般的旅游书 那他是用一个商人的角度来看东方 所以他看东方的角度是什么 他不是在写历史 他不会把那些很硬的那个历史 那个朝代转替啊等等这些写进去 他看到的是哪里有财富 他看到的是这些政治制度怎么样去影响经济 他看到的是这些地方的宗教 这些风俗 他看到不同民族的这些生活习惯 他看到了很多的奇闻义士 他把他当作旅游的这个花絮来看待 他记录的这些 因为他不是一个严格的 我们说他根本就不是这个历史书 所以他是旅游书 他是旅游参考书或是宣传手册 所以他写的是很一般人都可以看懂的事情 那因为他的这个叙述 让西方人认识说 有一个强大呼吁的国家叫中国 那他们这些人都会想说 如果我能够直接跟中国做联系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很大财富 我可以得到很大的机会 因此欧洲就有很多人陆续去思考 我怎么到达中国 让欧洲人在心目中也知道说 在遥远的地方有那么一个大国 他有充满了很多新奇的东西 欧洲所没有的 这是让他们打开眼界的地方 那马可波罗他原来没有这样的这个心情 但是他在写这个故事里面 他用很多夸张的这个口语 帮他记录的人也让他把那个内容很多的小说话 所以呢引起了后来在15世纪很多的这个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旅行家 他是怀抱着殖民主义者这样的一个贪欲出发的 他们到这个 他们希望到远方去找黄金 他们希望去去征服别人 那间接的造成了西班牙人到了这个美洲 西班牙到了这个中美洲 让那当时两个美洲高度文明的马亚帝国跟阿兹提克帝国 两个两个帝国都因为他们这些人的出现造成了崩溃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会说他其实他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他有间接的影响 因为如果不是他的书上这样的写 我想大概不会有那么多的好奇者充满野心者要到到远方去征服远方 去远方夺取人家的财富 那这是他间接影响的 我们看到给各位看一下这是元尚都的遗址 元尚都的遗址就是当时是伏必烈的宫廷所在 这是元尚都 元尚都在今天内蒙的多伦诺尔 简称叫多伦 你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是当时伏必烈的这个皇宫的大殿 那他这大殿的那个功能犹如清代的太和殿 伏必烈接见各国的使臣 他都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现在只留下了一些 这个就留下了一些石头 留下了一些这个遗址 你就可以去看一看 老师站的这个位置就是在那个宫殿当中的一个 这个柱子的住处 现在只留下这些这样的一些遗址 你看到那个周边 就是一片的枯黄 那原来所谓的皇宫那些都不见了 有机会你到这样的地方去看一看 你就会发现 你去想象一下当年他在书里面写的 元尚都是多么的这个热闹跟环荣 是今天这样看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 那你在这个当年去的时候是在零下35度的时候去 那个风吹起来 你会更有感觉那个苍凉跟那样的一个 优远 我们把马可波罗的介绍到这边 那我提供给各位的这个延伸读物是这本书 它叫做马可波罗与世界的发现 那这本书是比较最近的书 那他的这个相对就是他希望 他不完这个作者不完全支持这个武德的看法 那他提出不同的证据跟不同的角度来叙述说 马可波罗跟这个世界的发现 有什么的影响跟什么样的关系 你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我们课程进行到这边 那请问你觉得马可波罗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那请你想一想 如果你去读过他的书以后 你觉得他留给后人的影响具体是什么 具体的方面是什么 其次请你对这个旅行家的成就 请问你有何体会 你觉得他的这个旅行记录 跟他的这个旅行的结果 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吗 好我们这个单元进行到这边 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